第二个团案是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每天都会搭捷运 搭捷运基本上是一个捷运乐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两种路径 一种就是它走得很快 就黄色的那条 就一出车门就马上接那时候扶地 那另外一种就是扰扰手这样子 因为不晓得要去哪里 就他可能还去到一些 看一下电梯在哪里 那像火销前他就 他有经验之后 他都不会被大家迷惑 然后自己哇 你还一个啊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分析之后 有的人要转成 又有的人要出口这样子 那其实第二次黑客中 有一个提案 那那时候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国小的学生 他有做一个project 那那个台南那位朋友 他有提说 日本的捷运带 有这样的类似的图 告诉你哪一个车厢 就是哪一个电梯的出入口 这样子 这是小学生他们调查过程 所以 还有一些情境跟偏好等等 我慢慢再看 所以就是 跟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欢迎一起来 这样子 好 那我带你介绍 第三个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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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